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皇家评测 我是你们的Ewa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好玩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款小米刚发布不久的 小米VR一体机 为什么叫一体机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没有插任何线使用的 也不需要连接手机 它单独就可以进行使用 然后就可以进行VR的体验 所以本期的体验我们也来看一看 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佩戴舒适性 第二个部分是它的实际体验效果如何 我们会用它来看视频 打游戏 做一些VR的尝试等等 然后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部分 它的佩戴舒适感怎么样呢 首先小米VR一体机 这个设计上的造型还是偏白色 还有灰色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绑带采用的是高透气的织物 这样可以加速散热 同时呢它有一个大眼眶的设计 就是说像戴眼镜的人群也是可以佩戴在头上 不需要摘掉眼镜的 我觉得这点设计还是蛮良心的 那这个面贴呢是为亚洲人定制打造的 所以它可以拆卸和反复清洗 可以保证一些卫生性 那么它整体的重量呢还是比较轻的 所以我把它戴上之后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佩戴的感受 面部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压迫感 有一点重 除此之外 因为可能欧洲人的鼻梁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亚洲人在鼻梁处呢还是会有一点点透光 但是你在进行VR体验的时候 它的影响好像并没有那么大 当然如果鼻梁高一点 可能这里就不会落光那么厉害了 然后你在躺着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呢这个和皮肤接触的这个部分 虽然采用的已经是七肤材料了 然后但是你按久了 像我这种胶嫩的皮肤啊 自己都笑了 还是会有一点点摩擦 不过男生戴应该感觉不到特别明显的差异 身体的佩戴感还是比较舒服了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绑带 后面绑带的部分比较舒服 这个手柄是我最喜欢的了 因为它的手部握持感真的超赞的 好 然后毕竟我们买它来 主要是为了进行VR体验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实测一下 我也邀请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啊 然后我们就带上它打打游戏 然后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观感怎么样 它会不会有眩晕感 以及它的内容质量怎么样呢 Let's go 那么现在我已经进到了这个主页里来 这个主页 哇 这个很赞 是看起来像一个在一个广场 然后这边是我的主页 我的手柄可以晃动它 然后这里边的内容有一些是免费的 已经预载的 然后还有一些是需要收费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来体验一个不花钱的 现在有一些免费的叫魔鬼飞车 开始进入游戏了 我觉得整个的画面 质量感觉比我之前体验过的小 哇 这个我得坐下来 这个有点 哇 这个有点 是一个飞车 然后就是跟那种过山 哎呀 跟那种过山车一样 哇 它因为是戴音箱的 不然就没能不能听见 现在是有声音在我耳边 完全不需要 哎哎哎哎 有僵尸 哇 这个画面清晰度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而且我现在戴着眼镜 我现在正在坐在一个 我现在正在坐在一个 这个类似于戴马 过山车一样的地道里 然后全部都是幽灵 僵尸 整个的沉浸感我觉得非常好 它的声音呢也就在我耳边 我现在需要通过 它会有限不断的这种 透明幽灵 然后所以我需要 不断的攻击它们才能获得得分 用这个VR的这个游戏一体机 没有投影呢 或者不是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它的清晰度 需要你自己寻找一个角度 没有一个可以调节的 一个去光度的一个旋钮 需要你自己去调节 寻找这个角度 每个人可能看得不一样 我玩的这个游戏呢 是非常非常慢的一个游戏 所以评分不高的原因 就在于你没有办法跳过剧情 很多人没有耐心玩这个 我也没有耐心的快 这个雨滴打在这个房顶的时候 能看出来这个波纹 甚至你能看出来 它那个雨水被反射的那个气彩的 棱镜的那种 体验感的话 这个游戏的节奏太慢了 设备很好 设备很好 然后其实VR液体机 或者说VR设备 它最大的一个难点 在于说一个实时的渲染 比方说我现在在转动头部的时候 其实我两边的这个影像 它是需要一个预渲染 或者说根据我的这个中立传染器 或者说陀螺仪进行一个预渲染 这个其实是对于它的GPU的图形的运算能力 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然后我接下来进入这个视频中心 我记得是应该是有一个小姐姐的视频 我一会就给大家尝试一下不同的姿势了 现在有一个小姐姐在我这儿了 我可以从头看到她的脚 好多小姐姐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这是韩国那个女团 我现在正在走向他们的舞台 然后这个画面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它本身的偏远的码率是多少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至少分辨率方面可能 因为你双眼去看的话 每个眼睛就算有1080P 你两个眼睛合到一块 其实实际上只是一个720P的这么一个体验 画质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取决于偏远 另一方面还是取决于 我这个VRE体积 它实际的双眼的分辨率分别是多少 然后至少再我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在线的播放视频 你看它标的高清实际上也只是720P 但是由于VRE体积的这个屏幕 离我们眼睛非常近 所以对它的分辨率有一些更高的邀请 但是实际上的话我觉得还OK 这个分辨率我去看一些全景的 或者是正常的播放的影片都还是OK的 躺着看没问题吗 但是因为我一开始的定位 是定位在坐姿这个地方的 所以它是以我坐姿为参考系的坐标轴 去定位我在这个VR世界里边中的位置坐标系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躺着的话 其实你也完全可以去躺着去欣赏这一切 感觉怎么样 看小姐姐 OK那总结一下我们的体验感受 就是小米这款VR一体积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因为我之前也体验过小米其他家的VR产品 总体来说其实体验没有那么的好 但这一次的话在画面一个是画面质量上 另外一个在解决食言或者说分辨率 以及这种眩晕感上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最起码我们刚才在无论是在玩游戏还是看剧的时候 都没有感觉到特别明显的眩晕感 包括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玩一会儿也没有像之前说有头晕的感觉 就整个给我的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再加上它是一个非常方便便携的 就是不需要任何限 然后你就随拿随走 甚至我觉得这是我们成年人的一个好玩具 那但是也会有问题 问题是第一方面是在内容上 比如说它在内容上面 目前来讲免费的内容并不特别多 而且呢有些收费的内容 我觉得还是很贵的 就比如说一个游戏肯定要30块或者60块等等 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贵 但不知道对你来说贵不贵 OK那第二个问题还有就是大家的接受度 比如说还是会有人觉得戴上它 感觉会奇奇怪怪的 而且它的重量其实还可以 应该以后会再轻一点再薄一点 那包括跟皮肤接触的这个部位 我卡在脸上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勒的 好像有点疼 但是他们几位男士并没有这样觉得 那这个就是人者兼人智者兼智了 OK总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款比较值得去尝试的 VR一体机新机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它这次的售价 因为各种硬件条件的上升 所以售价会达到1499 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相比于硬件体验来讲 很OK吧 但是由于内容的问题 那你就是说买了之后还要付加钱去买内容 那这个对于很多用户来讲 可能是他们考虑 或者造成他们迟疑的一个原因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款VR一体机怎么看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皇家评测 或者新浪微博 18线主题吧 然后告诉我你的感受 那之后呢 我们也会寻求越来越多这种好玩的科技产品 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够锁定我们 好了 等期就聊到这吧 我要继续玩了